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愿意花精力和金钱去支持 这么来说的话就有点细思极恐了 因为我们国内的智能手机 除了华为高度使用自己的手机SoC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是使用高通处理器 美国的 那么骁龙处理器支持北斗的定位吗 北斗信号的获取主要取决于芯片 好消息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处理器啊 同时支持GPS 北斗等其他定位系统 高通比较早的就支持了GPS 最近还支持了俄罗斯的格罗纳斯定位系统 做到了全球的支持 涉及的处理器包括骁龙800 600 400系列 还有一些面箱汽车的芯片也是支持的 目前常见的骁龙820 821 835高端芯片 它们都是支持北斗的 中低端的652 650 625 436 甚至更老的一些型号也都是支持的 基本做到了全系列支持 因此目前国内智能手机都是支持北斗导航的 话说如此 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收支于人的感觉呢 那么其他芯片呢 联发科方面 目前常见的P10 P15 P20 X20 X30等 还有之前的X10 都支持接收北斗信号 而华为的海思很早就支持了北斗 麒麟930上就已经支持同时接收GPS 北斗和俄罗斯的格罗纳斯三种信号 芯片支持接收信号之后 还需要天线的配合 目前这块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一般只要芯片支持 手机就可以支持 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接收的效果 这个影响因素比较多 那么芯片巨头们 为什么会支持北斗呢 首先 对于我们中画家来说 无论是安全 精准度 还是其他方面 对我们中国有着地域的优势 信号更好 并且有同步卫星支持 能够提高定位能力和效果 毕竟是为了咱们中画家 专门定制的嘛 其次 之前交管部门 曾经要求车辆 必须安装北斗定位终端 虽然没有涉及手机芯片 不过影响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哪家手机芯片 不往汽车领域上面钻呢 芯片厂商一旦可以支持北斗 集成到手机芯片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还能够增加产品卖点 最后 接收北斗信号并不困难 GPS和北斗的信号频率 相差比较小 实际做起来更加容易 北斗现在也非常完善 用自己的 不是更好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我们国家的导航卫星 发展迅猛 要点赞 不过现在能够实现全球覆盖的 依然是GPS 等到北斗覆盖全球的时候 GPS的下一代卫星 有可能已经升空了 所以咱们还是撸起袖子 好好干呀 好了 今天的科技全资道就到这里 关注玩数码频道 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我的原创语音和文章 搜索玩数码频道 手机店 您勾及的新选择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